我告訴你 這伯二棟多大? 才叫大呀 存在不意在娛樂行平台上去討論的一些什麼話題內容 或者是一些什麼言語言論這些都是會議 哈囉大家好 189 昨天萬聖節 很不幸的 強臺來襲 台灣很多人啊 無法當天出來call死 你一出來call死就被吹走了 吹到中國去了 下個禮拜 我們放出過非常多影片 關於中國很多大城市禁止Course上街的 像是連南京的歡樂谷的Course活動也被終止 而在昨天中國的廣州、上海、杭州、武漢等幾座城市 有不少的民眾上街挑戰中共底線 這是舔共台灣人跟中共的用語 還是裝扮上街出門過萬聖節對吧? 要說最成功的地方還是武漢 為什麼?這個我們待會再說 先帶大家一一來看一些畫面的截圖留言吧 聊天群組紀錄 周四大家通知一下不要過陽節發相關的圖片言論 大家注意傳遞的方式在課堂上通知就好 所有人請各社團注意 10月31號到11月3號期間 各社團禁止在校內進行團建、玩樂等相關活動 隊伍如果要日常的對訓 請在10月31號下午8點去找輔導老師聊一聊 還有一個什麼情況呢? 廣州地鐵出現的卸妝區 化妝不能坐地鐵 為什麼地鐵站還有卸妝區呢? 而且還要用圍欄、屏風特意給圍起來 因為是萬聖節嗎? 然後呢就有小粉出來洗地說 我寫這個評論是希望大家真正理解 為什麼交通不允許畫特別服裝出路 不是像大家說的什麼都要管 嚇到小孩 而是為了防通緝法、間諜等等需要被逮捕的人 借節日或者是混去人群逃跑造成警務壓力 還有一個叫月亮不見啦 她獲得1.1萬個人點贊 她說感覺這個姐妹說到了一個成為想過的方面 哇很棒上去只有你這個評論讓我心浮恐服 其實就是恐怖會嚇人 平時畫得更誇張的Course都不會懶 對沒錯 這個就是非常會洗地的 什麼樣的黨都沒有錯啊 黨怎麼做都是有他的理由 對吧? 我們在幫他想理由就好了 一千萬個理由 一千個傷心的理由 全部都可以想得出來 OK接著帶大家看 還有人Course什麼呢? 打工人天選流馬 40%精通 我會排版剪輯拍攝寫稿 有一個點我比較納悶是 如果你平時在Course自己的打工人的身份 送外賣員的 你真的穿一個外賣的服裝 會不會被公安在萬聖節當天說 哎你不能Course外賣員啊 把你帶走 我們接著繼續看 像這個上海的長寧路 停了許多警車 中山公園門口也有很多成衣的志願者 和警察嚴正以待 市民正常運動門口的大巴 上貼了兩個運兵的字號 對面馬路就有載著警務人員的大巴 我們可以看到還有人Course什麼 BOSS職聘智障招聘 然後這張圖是杭州的街頭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警察嚴正以待 他們在徘徊在查詢有沒有人在Course 還有一些人啊 跑到外國的中國大使館 去貼了一個英文告示說 你看中國政府禁止 我們在中國國內的一些點啊 辦萬聖節 弄英文給一些老外看 非常的諷刺 讓老外知道 原來中國政府這麼荒唐 連過萬聖節都不能管 我們帶大家看還有這個 同學們本週特別是週四週五 不要穿著奇裝衣服 COSPLAY的服裝 在校內校外的場地走 會被警察登記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上海有一個穿漢服的 中國女子被逮捕的畫面 接下來廣州的畫面 接下來廣州的畫面 這邊去就是那個潮仁街了 很Q多人的 然後這裡是公車站 哇你看看 這裡都這麼Q多人 集體勸反 OK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珠海的萬聖節 上面寫什麼呢 應有關部門通知要求 赴華禮今晚無表演活動 謝謝大家的支持與理解 那我們來反觀看一下 武漢為什麼我說是最成功的呢 來我們看有人在武漢 扮演的當地的領導 我告訴你 這骨二當多大才叫大呀 接下來你是不是還打算 把你們村的野狗也送到公安局 當一條警犬吃上一份黃糧啊 啊 想嗎 理導能夠接受什麼樣的考驗呢 那就拿這個來考驗幹嗎 對啊能不能接受一下嗎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講得特別諷氣 他說你要讓野狗進公安局吃黃糧嗎 就在罵什麼 罵公安是狗嘛 然後旁邊的公安跟特警也在笑 後來把他趕快走趕快走 不要在這邊聚眾 所以這個對比上海來說 警察比較人性化一點 雖然上面的命令是叫你做這樣 但是這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我們接著還有可以看到 武漢的街頭還有很多人去表演 最後他們這些行為引來當地這些 可能公安局的一些高級長官就過來 然後有的說 離黃坡路萬聖節今晚上罪不息息淡然 感覺橘子裡的大人物都集體出來了 嚴肅的表情讓我感覺到 上次的鬼火煙花事件 一些警察在保護著領導 什麼叫做罪不息息呢 這個就是中國的一個喜劇的表演 裡面的那個青蛇白蛇 去年前年就蠻火的 我要了解中共議題 我也必須看一下中國的娛樂節目 我也必須去吸收 這樣我才知道說 我在節目上怎麼比較好靈活的運用 OK我們看完這些 中國境內coast的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海外的 譬如說曼哈頓啊 日本啊 還有這個韓國 很多人包圍著這個圍地走 像那個保鏢有沒有 大家都知道習近平出巡 一堆的黑衣人保鏢 連高樓大廈都是 習近平要來這邊開會 窗戶給我關起來 公安會在你家看 這個相信開很多次會的人 家裡住那附近的都知道 我們來看韓國的 當然啦 這只是其中部分 還有人coast什麼 中國的一些大白啊 特警啊 還有在coast鐵鏈女的都有 對吧 還有人coast彭麗媛的 而且在美國的街頭 也有不少人扮演川普 或是拜登 完全合法 沒有美國特警 會去給你勸退或是逮捕 你試試看 在中國直接扮演習近平 我們不要說習近平 你去扮演李翔看看 或是扮演李克強 絕對被帶走 而且這個會很嚴重 這個會比什麼勸退 來的嚴重很多 而且你不會被曝光 我相信你們自己 匪紅應該心裡也清楚 你們就等著看 今年聖誕節 會不會又出現抵制陽節 要過毛主席誕辰 學校輔導員跟班主任 發出群組通告 禁止過聖誕節 禁止哪哪哪出現 禁止班上的同學 幾點幾分 哪一天 12月24、25號 在哪個廣場 街頭上聚眾 學校內不准辦活動 或是強制你們留校 住宿 每年屢試不爽 你們等著看 今年年底有多少 這樣的群組通告流出 不僅如此 有一個粉紅還開了 個餐廳表示 台灣若不回歸祖國 我訂不取店名 但這就是你的店名了 結果被正常的網友嗆 看到店名就覺得 你這家店要坑死人 不償命了 精神狀態很差的店 結果被店家反嗆 你是SB嗎 我沒有要求你來我家吃飯 沒有我們強大的祖國 你怕是早就掛了 估計連蠻女的地方都沒有 這句話我耳熟能想 非常多的粉紅 之前在扣印我直播節目的時候也講過 沒有中國 我們早就都被給S了 都被日本人給S了 當然很多人都說 那是我的演員 那這個估計 這家店也是我的演員去開的 是吧 話說回來 他繼續講到 是不是感覺台灣快回歸了 你不爽 等老子去台灣開一家店 讓你精神狀態更差一點 台灣本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現在就可以來開店了 台灣不存在回不回歸的問題 像是武漢不存在回不回歸祖國的問題 對吧 畢竟在你眼裡 武漢、台灣、北京的行政機關上面插的都是五星紅旗 好 你別否認囉 否認的話我就舉報你是個台獨分子 影片的最後還有一個荒唐的事情是什麼呢 一名中國博主在網路上拍片指出螞蟻的行為模式 結果被官方通知下架影片 原因是這條影片 中共黨支部認為你在寒沙攝影 我知道你在講什麼 但我不說出來 你也知道我知道你在講什麼 但我們就是不把這個遮羞部給講破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名博主在說些什麼好 由於我每次都把這群螞蟻的食物拿走一大部分 導致螞蟻的數量越來越少 隨著螞蟻數量的減少 螞蟻每天找到的食物也越來越少 其實我知道這一切的原因都是我的貪婪導致的 我還知道 如果每次我只拿走螞蟻一半的食物 螞蟻就有足夠的食物去大量繁殖後代 螞蟻的數量多了 每天找到的食物也會越來越多 而我得到的食物只會更多 但我就是不改 我不僅不改 還要埋怨食物少是螞蟻的懶惰 還要勸螞蟻多多繁殖後代 呵呵 其實照這樣發展下去 我知道螞蟻總有一天會爆發的 從而對我發動攻擊 但是我不怕 大不了到時候我再拿出一點食物 去供養一群強壯的螞蟻 讓這群強壯的螞蟻 去對付這些反抗的螞蟻 即便最後是我輸了也不要緊 大不了我就搬家 畢竟這麼長時間以來 我也拿了螞蟻不少的食物 不管去到哪裡我都餓不著 呵呵呵 唉 這就是螞蟻的命啊 有沒有看到螞蟻就是普通的中國百姓 它自己就是中共高官跟權貴 所以我搬走可以搬去海外 可以認出去把你們的食物 那些錢都去瑞士銀行都去美國開戶 反正我會再把我的錢 分給一些少部分的人去壓制你們 那些人是誰 可能是公安 可能是特警 可能是解放軍 可能是誰 一些小粉紅 臨時工去勸反的那些人 就是他說的 把食物拿出一小部分分給他們 他們會去鎮壓你 聲明這個中國博主說的是蠻到位的 但是他的影片被下架了 我們來看他跟官方的溝通電話 您剛才說我的作品 發布存在什麼問題 存在不意在於 樂型平台上去討論的一些 相關話題內容 或者是一些相關言語言論 這些都是會影響 先生 這個也幫您去核實過 但核實到底是有這樣一個相關問題 我說的是螞蟻啊 怎麼會產生這種問題呢 那您可以仔細去回想一下 螞蟻 您利用到這個螞蟻方面的一些 相關動物去做一些相關比喻 那暗殺影射到一些其他 某一些相關特殊的一些事件 或者是一些 特殊的一些相關這樣一個言論 話題這些都是會影響的呀 您只是在利用到這個螞蟻 去做一些比喻的 先生 但是您比喻的一些相關 這樣那個話題 討論的一些事件 它這個是不意在 輿論形態上去討論的 先生 我已經強調 我說的是螞蟻神話故事 而且我每條視頻 我都會標註 純屬虛構 進攻娛樂 假如說 說神話故事 都會違規的話 那麼這個平台應該有一半的視頻 起碼都要下架 那石油季它也是違規 也是神話故事啊 石油季還會上天入地 這個敵切色花呢 是您所講述的一些內容 它是有帶有一些相關暗示 隱晦性的一些相關內容的 這個敵切色會存在 容易讓他人去誤解 先生 裡面的話呢 雖然可能您是講座的一些螞蟻 但是這個只是一個比喻 那你用到這個螞蟻去比喻 做一些什麼人物呀 或者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它都是會涉及到一些暗示 暗示方面的一些意思的 這個一旦這樣一個檢測到 都會去存在一些違規的 建議到您去規避 先生 這個目前審核那邊再次去監測 可能是讓您接上號 其實大部分都有這樣一個問題 不是 就是說 比如說我說的是螞蟻神話故事 但是你說評論區 他們去怎麼想 他們怎麼評論 這不關我的事啊 你們去封他們那些評論 亂七八糟的 為什麼會封在我這裡呢 只有一兩個用戶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可能不會影響到您 伊利亞先生 如果是大部分用戶看到您這個作品 他都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就會代表您這個作品 必須是會讓用戶 每一個用戶都有這樣 那個相關物解理呀 先生 就像剛剛您說的 比如說只有一兩個用戶 你說的這個螞蟻在影域 比喻一些某一些事情 跟某些人 OK誰說出來 就像我一樣說出來嘛 你就直接跟他說 你在暗示習近平 你在暗示習近平要大家生三胎 你暗示中共說 要把那些食物拿出來供養的 就是我們這些人 我們這些人在幫中共政府 在迫害你們這些螞蟻 你就講出來 你不敢講出來 你不敢講出來 所以你們到底在討論 要瘋了什麼東西 你們到底在討論 因為你拍的那條螞蟻 在影射什麼東西而要瘋 講出來 前幾天中共官方說 台灣聯力小花生米都容不下 你們連虛構的螞蟻神話 都容不下 你好意思說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這條螞蟻 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捧手 我是巴掌 下次見啦 掰 來吧 來吧 來吧